90年前后 正是台湾的国语流行歌坛《百家争鸣》的时代 先后涌现了很多玉女歌手 如方文林 陈明珍 依能静 方济为 他们有的退隐 有的转型 有的却依然在演艺圈打拼 今天要说的这位也是那个时代的玉女偶像 她就是金瑞瑶 金瑞瑶1963年2月13日出生 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戏剧系 台湾玉女偶像十组 金瑞瑶演艺生涯很短 活跃歌坛的是在1982年至1989年 代表作有《非向你 非向我 岁月的眼睛 好想你》等 文化大学戏剧系毕业的金瑞瑶 当时拥有不输日本偶像的包装首饰及可爱特色 比起同时期其他偶像又多了一份出众气质 因此赢得广大注目 不过 金瑞瑶意识到唱歌只能唱一时 之后与许安静合作成立经典唱片 侠客唱片 捧红的艺人友孙耀威 陶哲 张雨生 梁朝伟等 孙耀威在1993年加盟由金瑞瑶等人创立的经典唱片 并推出《认识你真好!我知道你在等我!爱活!》等多张经典专辑 五年发行15张专辑 堪称个人巅峰记录 孙耀威私下是金瑞瑶为开启自己台湾演艺事业的恩师 2013年金瑞瑶母亲逝世 孙耀威专程到台湾调研 金瑞瑶感情生活也是粉丝感兴趣的 金瑞瑶曾与欧阳龙 也就是欧阳娜娜的爸爸 交往但后因性格分手 2000年与演艺大亨许安静结婚 并育有一子 现在已逐渐淡出演艺圈 专心照顾家庭 在大红时激流永退 现在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 54岁了 依旧年轻 金瑞瑶当年她模仿日本女偶像的打扮风格 吹着复古发型 佩戴画家帽 引领台湾演艺圈进入精致化的偶像时代 也成为时下年轻人仿效的对象 风脉至少20年的金瑞瑶近日与网友合影 无论脸蛋或打扮都很像年轻人 看不出已59岁 前媒体人王忠岩近日在脸书表示 家人因想学骑马 透过友人联络上经营马术俱乐部的金瑞瑶许安静 一看到本尊不禁赞叹 她非常热情安排我们到马场来 还见到好久好久不见的许董 和瑶瑶一样都青春如席 合照中金瑞瑶顶着妹妹头黑长直发 身穿印有卡通人物的白T和牛仔破裤 并系着宽皮带 穿着风格跟时下年轻人无异 且身材依旧纤细 脸蛋也没留下太多岁月的痕迹 保养功夫超强 王忠岩和金瑞瑶相得甚欢 从中得知金瑞瑶的儿子徐凯文念中学时 曾一举夺得全中运的马术冠军 真是虎父虎子 太厉害了 当年见到的小宝贝现在已在名校读书 独立又优秀 事实上 导演王鼎林与女星丁丁 今年3月在文华东方举办婚礼 金瑞瑶和许安静又受邀出席 当时金瑞瑶身穿宝蓝色外套 黑色短裤 令人惊艳 而她过去被问到如何保养时 大方的公开秘诀 我平常一直有运动习惯 几乎不吃甜食 也不喝酒 其实 在2003年2月20日时 就有传言称金瑞瑶和许安静 在阳明山驾至5000万豪宅要拍卖 但在2019年夫婿许安静官司纠纷后 金瑞瑶才刚卖掉经营多年的侠客唱片 以1亿4千多万元高价转让给EMI和中环集团 2019年时 圈内再传出金瑞瑶为在阳明山的豪华别墅也要拍卖的留言 本报记者打电话向金瑞瑶求证时 金瑞瑶乍听这个谣言快欺诈了 她说 我现在就好好住在这栋阳明山的房子里 从来没听说要拍卖 这半年来我已经够惨了 我都熬过来 为什么连我住的房子现在也要传出拍卖的留言 为什么有人要这样落井下石呢 传言中 金瑞瑶在阳明山的豪宅当年是花了4000多万购买 再花1000多万装潢 如今拍卖只要2000多万元 金瑞瑶严厉赤膊这个留言不真实 她说 这栋房子5年前买的装潢费不是外传的1000万 是2000多万元 而且我住得好好的没有卖 更没有遭拍卖 这个留言对我真的是恶意的重伤 金瑞瑶说 侠客转让给EMI和中环集团 双方已签下备忘录了 EMI和中环集团要花几个月时间逐步接收侠客 这阵子她几乎没有到侠客上班了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 2019年时 她和夫婿许安静 儿子一家三口过个很低调的年 卖掉侠客唱片 金瑞瑶说 我会休息一阵 不过只要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过一阵我会再出发 刚过完年就听到自己住的房子要被拍卖 这样的留言令金瑞瑶心情很不舒服 不过个性坚毅的她 相信自己会忍累熬过去 金瑞瑶的婚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2019年9月5日 G乃周子瑜杠上大亨许安静官司结果出炉 被封为G乃周子瑜的网美齐锦月 日前与影视大亨许安静旗下的网红制造有限公司签约 却遭公司指控未经过公司允许擅自对外发言与公司内部有关的事物 因此被控设犯背信及妨害工伤秘密罪 事后双方达成和解 网红制造公司主动撤告 台北地检署就妨害工伤秘密署告诉乃论的部分处分不起诉 至于背信虽属公诉罪 但检察官认为提高内容与背信罪的构成要件不符 也一并处分不起诉 拥有32G火辣身材的23岁网美齐锦月 因长相神似韩团TWICE的美少女周子瑜爆红 被网友分为G乃周子瑜 国民女友 在脸书IG拥有近40万名粉丝 网拍模特出身的她还转战歌坛 今年2月才推出首支单曲《笔心小幸福》 另外还与许丽杰共同翻唱她的偶像范伟奇的歌曲《千年》 然而在演艺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却官司缠身 据了解 齐锦月当年和网红制造公司签了4个月的合约 在UP直播担任实况主播 她认为在这段期间 网红制造公司不断用她的名义 在脸书社团猛打广告 还擅自用她社群里的照片 甚至帮她创立一个LAND官方账号 发布现实活动 送礼物当日满1万就可以加悦儿的私人联系方式 齐锦月认为这些都不是她说的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 同时避免粉丝被骗 去年1月间 就在脸书及官方LAND账号澄清提出说明 表示这些文章是公司小编发的 不是她 这一举动引发网红制造公司不满 认为当初双方签订契约有约定 未经公司允许 不得擅自对外说与公司内部有关的事物 因此公司认为齐锦月在脸书及LAND发言 不仅涉犯妨害工商秘密罪 也涉犯背信罪对她提告 齐锦月道案便称 因为有人在网络上以她的名义发言 她只是澄清事实 她还说 我很注重个人的形象 不是我的事 我一定要澄清 而她也曾就这件事对外说明 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不愿粉丝无端受骗 所以在处理事情时比较直接 才会造成后续一连串的事 事后 双方有意坐下来谈 检察官因此将案件送交调解委员进行调解 最后双方达成共识 网红制造主动撤回告诉 检察官就告诉乃论罪的妨害工商秘密罪处分不起诉 至于属公诉罪的被信罪部分 检察官则认为 当初双方仅就如何在网红制造公司提供的平台做直播 而齐锦月在网络上发言 并未受到契约约束 与刑法被信罪的构成要件不符 因此处分不起诉 婚后淡出荧光幕的玉女歌手金瑞瑶 在2019年8月携老公许安静与17岁独子徐凯文联手做公益 一同在青年公园进行地瓜叶异卖 并所得将捐助台北盛道儿童之家 问到儿子未来会否想走演艺圈这条路时 许安静说 他不会了 他害羞行的 久未公开露面的年过57岁的金瑞瑶看来保养有荒 助言有数 受访时更自保 体重仅有47公斤 让众人惊呼 太会保养 对于养生秘诀 姚耀姐表示自己多年一直维持着运动习惯 但近期较为忙碌 所以有点荒废 之前有在运动 最近小孩的工作比较忙 所以没有去健身房 我也不喜欢吃甜的 也不喝酒 会胖的东西我都不爱吃 谈到就读高中的儿子徐凯文 姚耀姐满是得意地说 她现在学伸缩喇叭 是学校的校对 她从小就喜欢大自然 还喜欢养甲虫 笑说儿子种菜从家里的花园 一路种到士林的马场后面农田 还利用自家马场的马粪作为有机肥 十分环保 受访时姚耀姐直说 儿子生性腼腆 他是慢热 有点害羞 透露这次易卖的地瓜叶 都是儿子与农夫一同栽种的成果 而身为新二代的徐凯文 受访时表示现阶段没有进入演艺圈的打算 想要大学之后修农业的东西 一旁的妈妈金锐瑶则说 不一定留下不少想象